张医师答疑 学员提问 尊敬的张医师,您好 我看了原始点的光盘,感觉很有道理 这是世界医学界的一大创举 感谢您给中国人带来了治疗疾病的福音 有一个问题 您说,吃东西主要是看药性,不看成分 如果这样,那一个人天天喝姜汤 五天或者十天不吃一点盐 含盐的食物也不能吃 这个人会如何,如何解释 这个应该原始点所有的理论 都脱离不了我们的生活 所以你问的问题已经脱离了我们的生活 然后问到很极端 原始点从来没有叫你们不吃其他什么什么 只喝注重药性,然后每天吃姜 我从未说过 那也就是原始点它既然应用在生活面 让你了解到真正影响你 体伤跟身体的变化的是药性 那这样来说,就你能够掌控 今天吃了什么 到底我吃多少的寒或是热 然后对身体的影响 你自己心里就有数 这样反而可以帮助你 就是避开一些盲点 然后让身体不知不觉越来越寒 甚至造成体伤 那如果你问的问题反而是脱离了生活 好像原始点懂药性 那就直接从药性 然后也不吃饭 然后也不吃什么 原始点这个哪像原始点 那就已经算是脱离生活 而另立了一个严格的规范 那个已经走向极端 而非原始点的前茂 所以这个问题有点问的太极端了一点